好的 北美的暑假电影档正式开始 而不管是电影或是电视都有最热门的片子陆续的上映 在这个星期的好莱坞周报 就要带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注意 在本周有哪些强片上映 欢迎大家来到好莱坞周报 在暑假电影档正式开始了 可是这个星期怎么就一部片上映呢 因为这部片的声势实在太强了 大家都要闪开不要跟他强碰 那这部片的英文片名就叫Super 8 中文叫做超级8号 那这部电影是由史蒂芬·史蒂波导演来监制 他真正的导演是这个不可能任务第三集的导演 J.J.阿伯漢所指导 这个两个人的黄金组合在一起 大家就可以指导这部片呢 其实讲的是科幻 动作 悬疑跟紧张 那故事的内容呢 讲的这个70年代 美国空军决定把关外星人的 这个51空军基地给他结束掉 然后把东西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可是运送过程中呢 一个不明的生物跑了出来 整个过程都被一群小朋友 用Super 8的摄影机给他拍了下来 故事是不是相当的有意思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部片的精彩片段 我没有什么相当的 我没有什么相当的 我喜欢你的相当 你喜欢你的相当 我心轻的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我们有数字 我得帮助 Charles 尽量尽他的剧 尽量 你可不可以 花时间和孩子 不然会用所有的 并不在家 影像猪枪 请你关门,启动 是的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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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我把身體的壞掉了 我身體的壞掉了 我身體的壞掉了 我身體的有九人現在 有些事情在這裡面上 我沒解解 我們找到這件事 這個預告看起來還真的蠻緊張的 然後大家看預告的時候是不是有感覺好像看到 《侏羅紀公園》、《大白鯊》還有《ET》這三部片的感覺 的確 因為這個《史伊芬·史玉博》說 他跟導演之前小時候 都喜歡拿這種《Super A》這種形式的攝影機到處拍 在拍的時候就會想說自己是不是拍到外星人 因此他們就把小時候這種靈感變成這實際的故事 那這就是為什麼這部電影叫《Super A》的由來 那當然除了《Super A》是這個禮拜的重點之外 在華人的娛樂圈裡面 這部片《白銀帝國》是由郭台銘先生 投資了一千萬美金來製作的《白銀帝國》 也正在AMC戲院上映 那這部電影是由郭富城跟張鐵琳兩位大腕來主演 講的是山西競商的故事 那在播出的地方當然有紐約洛杉磯 灣區的舊心山神活塞 華盛頓DC 還有加拿大的多了很多的華人區的AMC戲院 都可以看到這部電影 所以大家可以去給他支持一下 那另外在電視的娛樂圈方面 這個轟動全台灣和亞洲的犀利人妻 終於要來美國的南加州上映了 那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八點鐘 以及第二天早上的早上十點鐘 在超市每週六十二點六台 都有做第一次的播映 因此大家千萬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可以在螢幕上真正看到 人妻跟小三之間 到底是怎麼對決的 相當精彩喔 那這是我們這一星期的好愛物週報 我們下次再見